十年前有一个女人冤枉我侵犯了她 有三个男人为她作证 十年后他们一起死在荒芜人烟的小岛上 以一种最没有尊严的方式 初一一年后警察再一次将我逮捕到了公安局 他们说我是最近闹的 沸沸扬扬的三男一女案的真凶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衣衫不整地死在一座荒岛上的废弃塔里 据说他们死前经受了最残酷的刑罚 三个男人伤痕累累却没有一处是致命伤 女人有明显被侵犯的痕迹 但却没有反抗的迹象 然而他们真正的死因却是被活活饿死 而最令人费解的是 废弃塔的上端有四个足够成人出入的窗口 只要他们团结合作 搭上人梯是一定可以出来的 然而他们没有合作 而是一人选择一个窗口 静静地坐着等待死亡的降临 这个案子之所以轰动 是因为这四个人都很出名 三个男人都是身价百亿的企业家 而女人更是了不起 她跟这三个男人都保持着 稳定且长久的非正常关系 这样的四个人同时失踪 足够让整个网络瘫痪 他们身边亲近的人报案后 警察立刻立案调查 发现这四人秘密乘坐游艇 去了一座荒岛 从而非常迅速地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可令人震惊的是 目前为止 这个荒岛没有发现有人居住的痕迹 而他们来到荒岛的游艇上 有完整的视频记录 除了他们四个也没有其他人 警方想尽一切办法搜寻证据 却是一无所获 直到发现尸体的第五天 他们在荒岛上 发现了一片没有被烧进的纸片 上面残留着半个字 经过专家鉴定 那是金银剔透的银子 而这宗案件的女受害者 名叫徐孟英 于是他们极力排查 她的人际关系终于发现了我 首先那个银子符合我的笔记 其次上面还残留着我的指纹 最重要的是他们惊奇地发现 十年前我侵犯过徐孟英 而另外的三个男死者 正是当年引起轰动的 913侵犯案的目击证人 为此我做了十年劳 去年9月我才行满释放 承诺审讯的警察 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来 将腰杆挺地笔直 铿枪有力地回复道道 却忘记我的双手 已经被靠住我的身体 行动受限 这差点让困住我的审讯椅 都要翻了 审讯的人以为 我会有过激行为 年轻的警察立刻过来 按住了我的肩膀 年长的警察 倒是淡定抬手 是与他的同事松开我 放松点 他瞧着我宽慰道 一个简单的动作 让审讯室里气氛压抑 我跟那年轻的警察 都被吓得满头冷汗 这是十年牢狱生涯 给我带来的身体记忆 我已经是一条 被驯服的狗 即便重获自由 也没办法忘记 听到全民事的条件反射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年长的警察 口吻平平 仿佛一切了然于胸 我摇了摇头 年轻的警察 一脸不爽 与愤怒冷喝道 还敢嘴硬 你知不知道 你是刑满释放人员 再次犯罪 会重判 让你主动交代 是给你机会 他话音还未落下 年长的警察 就拦住了他 我理解你年长警察 和颜悦色 口吻缓慢地说 年轻气盛的你 受不了美色的诱惑 犯了错 因此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 心有不甘 出狱后 看着曾经不如自己的人 站在那个高不可攀的位置 心生妒忌 看着那个 曾经被你侵犯的女人 堂而皇之地出卖女色 你更是觉得自己委屈 说着他悠悠叹了一口气 可这不是你杀人的理由 我没有任何表情 我只是淡淡地回应他 我没有杀人 年轻的警察 冷哼一声不见棺材 不落泪 他拿起一张女人的照片 问我认识吗 我点了点头 他又问他 叫什么名字 徐孟英 跟你什么关系 我想了想说 我曾经的女朋友 前女友把我送进监狱的人 他又拿了一张 四个少年的合照 这上面的人呢 认识吗 我依旧点点头 从左自右 第二个是我第一个 是张青江 第三个是王磊 第四个是潘俊辉关系 我们是大学同学大学室友 年轻的警察补充道 张青江 王磊 潘俊辉 徐孟英 是三男一女案的四名死者 他们与你不但是 大学时期朝夕相处的人 还是十年前 913侵犯案的受害人与证人 荒岛上什么都没有找到 就找到了你的笔记 还是被烧毁了一半的笔记 经过比对 上面有你的指纹 在法医判定死者的 事发时间里 你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 那这些都是巧合吗 他越说越激动 可我却越来越冷静 看来他们并没有掌握 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可这些就是巧合啊 我气定神贤地说 十年前华大所有师生 都知道我跟徐孟英谈过恋爱 我给他写的情书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指纹嘛 留下也很正常的 也许写的时候 一不小心留下了 他们的表情 明显是不幸的我问 你们怎么能够 拼一个我的指纹 就定我的罪呢 至于不在场的证明 我很疑惑地问 我为什么要证明 我当时不在场 你们掌握的证据 能证明我在场吗 年轻的警察 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表情亚裔又无措地 看了身边的长者一眼 不愧是经历过审讯的人 思维敏捷 条理清晰 他颇有赞赏地说了一句 他看了一眼 身边的年轻警察后者 立刻心领神会 他拿出一张纸 两根手指 捏住纸的一角 然后用打火机 点燃了纸张 火苗迅速地吞噬着纸张 逐渐地烧到他手指的位置 火蛇窜过来 他感觉到了烫手 于是自然而然地扔开了纸 如此便只剩下最后的那一角 他将那碎片拿给我看 只有这样 才会留下这样的指纹 正面的指纹 你说有可能是写字时 留下的背面的呢 我微微一笑问 我就不能写完之后 拿在手里看看吗 那为什么带有你指纹的笔记 会出现在秒无人烟的荒岛上 他的声音很严厉 我反问道 我怎么知道 这个要你们警察去查 他还要说什么 年长的警察拦住他 示意他要平复情绪 你说得很对 可我们拿着逮捕令找到你 你认为我们只有这点证据吗 他意识从容不迫 你知道吗 活人会说话 死人也会说话 有些伤口发生的时候 也许并不明显 但事后会显现 有些证据通过清洗就能消失 但有些证据并不能 我们在徐梦莹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伤口 你知道是什么吗 听到此处 我不有有些心慌 年长的警察 抬手指着我肚子正中央的地方 就在这个位置 你有印象吗 他说这话时 嘴角挑着一抹淡淡的笑 他挑衅为此你做了十年牢 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我当然不会忘记 那年在警察局里 徐梦莹在众目睽睽之下 聊起自己的衣服 露出他那洁白无瑕的肚皮 泪眼婆娑地说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他的肚脐旁 有几颗鲜红的草莓 这就是我侵犯他最直观的证据 他生死历劫地喊道 我不愿意不愿意 看到我脸色变了年长的警察 也是松了一口气吻 事发前你跟徐梦莹见过吗 这回我没有回答 也没有反驳 没见过还是不想说 承诺十年光阴 这个世界早早不是 你记忆中的样子了 科技日新月异高速发展 你以为你用别人的身份 登记手机卡 我们就查不到 你以为你乔装打扮 天眼就认不出你 瞧着我因紧张而颤抖的双手 他加重了口吻十年前的人眼 可以将你绳之以法 十年后的天眼 你更是无处遁形十年 二十岁入狱 三十岁出狱 我人生最青春的十年 就这样蹉跎在监狱里 我每喊冤一次 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我每申诉一次 我的亲人就会被恐吓一次 终于我开始沉默 我的双亲也在绝望下 失去了生命 可没有人还我公道 诬陷我的人 也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可现在他们死了 警察却能这样 理直气壮地告诉我 无处遁形 怎么 这事件的规则与律法 是为我承诺一个人设置的吗 我没有我没有杀人 我终究无法冷静 我高声咒骂起来 徐梦英 你这个蛇蟹女人 当年你冤枉我入狱 现在你又陷害我杀人 我到底欠了你什么 你要这么害我 我怕了我疯狂般地咆哮着 我没有是徐梦英 故意引诱我 他说他想跟我道歉 他说他对不起我 当年是他妹子良心诬陷我 他来求我原谅他 他说只要我愿意原谅他 他可以给我当牛做马 我是心有不甘 想报复他 可我没对他怎么样 我只是跟当年一样 亲吻了他的肚脐 仅此而已 许事我太激动了 我再次被人按住了肩膀与脑袋 我的脸紧紧地贴在桌板上 已经要变形了 我一动也不能动 我只能哀求地说相信我 我没有当年 我是被冤枉的 我要发案 我歇斯底里吼叫着 徐梦英 你不能死 你不可以死 你还我清白 还我青春年长的警察 冷喝道 当年你说他冤枉你 现在你还说他冤枉你 承诺你要不要听听 自己说的是什么话 徐梦英一个在全校失声 眼里都是完美女神的女人 她用自己的清白冤枉 你用自己的命来陷害你 你毁了她的人生 夺走她的生命 你还要污蔑她的人格吗 她说的那般正义凛然 恨不得立刻将我送上断头台 那一刻我冷静了 我双眼湿润地说 唯有证据我能证明 当年我是被冤枉的 阿诺我知道我错了 我知道我害苦了你 可我也是迫不得已 他们他们用我父母的名誉 与性命来威胁我 录音里的女人哭哭啼啼的 那女人天生的柔声细语 透过电子设备的传播 越发令人遐想飞飞 无需看到徐梦莹的美貌 只需要听她这样的声音 便足够一个男人缴械投降 只要你愿意原谅我 我可以用我的整个人生来弥补你 你只是丢掉十年时光 可我们还有很多个十年 接着便是男女逐渐急促的呼吸声 是衣服落地发出的速速声 是男女倒在床上时发出的歌之声 但无论是什么声音 自始至终都没有男人的说话声 审讯的警察听完之后 不以为然冷笑着问 你管这叫证据 你不知道录音在法庭上 不能成为证据吗 在对方不知情时的录音更是不能 我轻轻地合了合眼睛 在睁开时我双眼已经红润了 在监狱里的那十年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 我一定要看到徐梦莹 在我面前忏悔的样子 我一定要让她跪在地上 请求我的原谅 那一刻我很满足 那一刻我才能宽慰自己 我的眼睛没有瞎 我没有爱错人 我的青春并没有荒废 至少每当我进行民私时 在我的记忆深处 有个美丽可爱的女孩 陪着我度过了大学时光 年轻的警察不耐烦地 敲了敲桌案 哎哎怎么还煽情上了 说重点 我出狱的时候 是徐梦莹来接我的 如果当年我真的侵犯了她 你们说她为什么 会来接我出狱 后来我找了一份修车的工作 她多次来找过我 我都没有理会她 修车店里的员工 都能替我作证 你们见哪个被侵犯的人 会这么不厌其烦地 去找伤害过她的人 录音能不能在法庭上 做证据 我一点也不在意 但你们的高科技 可以辨别这段录音的真假 两个警察相视看了一眼 年长的警察 撕捉了一会儿 问你确定要翻案 他们死了 你来翻案 这不是此地 无银三百两吗 我轻叹一声 凝视着他们 徐梦莹如果活着 我是不可能去翻案的 我爱她 我十年的刑期 都已经结束了 翻案不翻案的 没什么意义 周幽王为博包四一笑 能风火戏诸侯 我承诺为一夜春风 蹲十年监狱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她死了 死前还被那三个畜生 祸害了 说到此处 我声泪俱下 那是我爱过的女人 是我曾经当作 眼珠子呵护着的女人 正在我情绪激烈时 年长的警察 冷冷地问道 谁告诉过你 徐梦莹死前 被他们三个人祸害了 听到这话 我的声音不由一顿 一时手足无措 不知该怎么办了 我抬眸看去 那双阴沟般的眼睛 好似要活生生地 将我看穿了 网上说 女死者死前 被人侵犯了 你们找了那么久 荒岛上都没有 其他人存在的迹象 不是他们难道是鬼吗 是有这样的传闻 可你怎么确定 是被三个人侵犯 我的唇控制不住地抖动着 年长的警官问你 听说过一句话吗 世界没有完美的证据 所谓完美的证据 都是自作聪明的人 精心设计的 我们刚刚想说 在案发前几天 你跟徐梦莹秘密见过面 你就给我们来了一段 对自己有意的录音 怎么看 都是有心之人的巧妙算计 而不是巧合 他挑衅地问你 还预测到 所有的一切困难与挫折 只有勇敢地面对 才能战胜他 他们不由神色一宁 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我忍不住扯了嘴唇 是不是我告诉你们 我说出为什么 是他们三个侵犯了他 你们就会相信我没杀人 是不是我找到了 我没有作案时间的人证 你们就能把我 从这里放出去 十年前华大的校园里有 一对令人无比艳羡的小情侣 与还是南城本地人 父母都是华大的教授 在华大有着泰斗般的地位 他身材窍窍 五官美丽 性格温和 可贵的是气质出众 一瞧就是被父母 精心抚养的乖乖女 男孩来自农村 父母都是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农民 一辈子没有走出过 他老家大的山沟沟里 但他十分上进好学 论才华 他在华世称第二 便无人敢称第一 最令人钦佩的事 他从来不会妄自菲薄 性格爽朗洒脱 又是个讲义气的 所以 无论是出身富贵还是贫穷 大家都愿意跟他交朋友 从他第一眼看到女孩开始 他便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 随之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女孩说过 如果刚开始 是被他英俊的面容所吸引 那之后便是为了 他的勇敢与才华所沦陷 最终折服于他高尚的品格 可惜 好景不长 女孩的父母 不同意他们的恋情 他们认为 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 都得讲究们当户对 即便他们认定 男孩未来不可限量 可依旧选择棒打鸳鸯 男孩不想女孩 夹在中间为难 所以先提了分手 并且沉默女孩 他一定努力发奋 做一个能让他们父母 看得上的人 待那时 他在上门求亲 可那个在外人眼中 听话懂事的乖乖女 早早有了自己的思想与主见 他不再是父母的手中傀儡 更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他想用自己的方式 来捍卫爱情与自由 于是 他背着父母 把男孩约到了他家 在郊区的老房子 他说 只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父母再反对也没有用啊 那天 他穿了一条极其贴身的红裙子 任谁也经不起 这样一个青春少女的诱惑 男孩吃出着问 你知道怎么把生米煮成熟饭吗 我当然知道 女孩一点也不觉得 这是件难以起始的事 煮饭之前 得把米洗一洗 此后的三千多个日夜里 男孩都在后悔 当时没有控制住自己 更是痛恨自己 为什么把女孩一个人 留在那个房子里 因为 事后 他发现他的导师 给他打了很多电话 当时 他自主研发的一款新能源 正处于关键时刻 他知道 若是他没有前途 他的爱情更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 他温柔地对女孩说 你好好休息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可他并没有如约回来 甚至顾不上给女孩打个电话 那天深夜 警察在实验室里找到了他 他被戴上了手铐 脑袋被黑色的袋子蒙住 警察说有人报案 他侵犯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 刚到警察局 两个白发老人就朝他扑了过来 拳头就似暴风雨般落在他的身上 恨不得一口一口地咬死他 听闻有人经过那个房子时 发现窗户被风摇的枝鸭响 门也没有关 停的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动 而且房间还有异尾 便报了警 女孩被人迷奸了 于是男孩成了罪犯 因为女孩并不知道他昏迷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记得他是跟男孩来到那里的 我压低这声音 他们说我被徐梦宁甩了 心有不甘 所以才会这样报复他 可我如果我要报复他 为什么地点是他家的老房子 有三个男人目睹了我们发生关系的过程 可他们并没有阻止 反倒是拍下了一张照片 你们现在想想 事情合理吗 两个警察面面相去 年长的警察咳嗽了一声 沉声道 虽然当年这不是我们负责的案子 但我们在抓你之前 已经了解过了 报警的是邻居 人证是你的三个室友 可让你定罪的关键是徐梦宁的证词 他说是你强迫他 他的身体里 检测到了你遗留下来的东西 而你 认罪了 不是吗 是 我认罪了 当心爱的女人将两情相悦 说成是一方抢求 当席与朝夕相处的室友 义正词言的证明他们看到了 只是他们以为女方是自愿的 当我在拘留所里 被一次又一次的审讯 被明理案里的威胁 在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 被用针刺入手指甲 被电击 被灌厕所水 被倒挂 当他们让我看在年迈父母的份上 不要死扛了 最终 我选择了认罪 我催眠自己 我确实做过的 我不冤枉 我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没有预谋 所以才会没有准备工具 有计划 所以准备了乙唇跟安全套 这难道不好理解吗 年长的警察眉头一皱 满是狐疑的问 你的意思是当年的事 张 王 潘三个才是真凶 没有错 我重重的用手捶着 挡在身前的那块板子 他说他们拍下照片就走了 可谁能够证明呢 说到此处 我几乎哽咽 他们在我走后 迷见了孟赢 然后利用孟赢父母的名誉 与性命威胁他诬陷我 接着用钱收买办案的警察 对我言行逼供 让我有冤无出诉 听我这么说 年轻的警察不由火猫三丈 当年怎么不见你在法庭上 这么情绪激烈的喊冤 现在他们都死了 还不是随你怎么说 竟然还敢污蔑执法人员 简直是岂有此理 可不等我说什么 年长的警察就抬手 拉住了他的手臂 吩咐道 去联系一下 当年办这个案子的相关人员 他起了身 朝我说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等待永远是煎熬的 这一休息 就是四个小时 从白天到了黑夜 我知道 这是审讯常用的方法 刻意地消耗人的精力 让人陷入困倦 这样便容易出现纰漏 大概是晚九点时 他们两人重新进了审讯室 询问我 吃过饭吗 喝过水吗 上过厕所了吗 我都是点了点头 年长的警察又问 还有什么需要吗 我摇了摇头 他坐下道 那我们要继续了 我又点了点头 你说当年是张 王 潘三人实设犯案 你有什么证据吗 年长的警察 总是经历的是多一些 他的口吻总是令人有压迫感 我瞧着他 终究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年轻的警察问 所以你这是在诽谤他们吗 孟赢死了 没有人再能证明当年的事了 但那些被他们收买的人还在 你们不会去查吗 听到这里 年长的警察竟然笑了 我们查了 你猜怎么样 我沉默着 我不必猜 当年负责案子的警察自首了 他说他儿子的病 需要大笔的医药费 所以他就累着良心收了钱 并且还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金额并不少 一百多万是他十年的工资 转账也很谨慎 中间拐了好几道弯 如果不是他自首 他是很难查出来 即便是自首 收受他人贿赂 对嫌疑人严刑逼供 这些罪名也足够让他牢底坐穿了 而且 还得返还当年的贿赂款 这么一来 不仅仅是他 甚至他的整个家都毁了 他很疑惑地问 是什么力量 能够让他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他良心发现呗 我讥讽着说 那徐孟赢肚子上的吻痕 是你做的没错吧 我是做的 我承认的坦荡 我自有天赋异禀 所思所想 与众不同 当村里的同龄小孩 用泥巴捏泥人时 我就在思考 泥土里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可以让种子发芽 能长出粮食 即便家境贫寒 可只要能买得起书 我就感觉自己很富足 我从不会自卑 直到那一次 如此美好 我如此深爱的女孩 在他父母 如此强烈地反对下 将自己清清白白的身子 给了我 我想感激他 却找不到合适的字眼 我说 孟赢 从今往后 除了我妈 你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女人 她娇称地瞧着我 手轻轻地捶着我的心口 为什么要除了你妈 人家可是为了你 连爸爸妈妈的话都不听了 我说 因为妈妈的肚子 为我承受过世界无极之痛 她将我的手 放在她的肚子上 那洁白无瑕的皮肤 那富有弹性的触感 启发着我脑海里 所有的青春 我的肚子 也可以为你承受无极之痛 她让我亲吻她 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用力 我一时忘记了分寸 只觉得口腔里满是咸味 鲜血染红了我的牙齿 她双眼迷离地瞧着我 抬手擦掉我嘴角的血字 满足地笑着说 我要做你最重要的女人 这样的伤痕 也许伤害不大 但令人触目惊心 这远远超过了 男女之间的正常亲密 所以 当她将吻痕露出来 给警察看时 我自己都分不清楚 她当时是自愿的 还是我强迫的 连长的警官听着 似乎有所动容 可年轻的警察 却总是实质以逼 人都死了 还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你说徐梦寅诬陷你 我还能勉强理解她 也许是事后反悔了 又害怕父母责备 所以把错推你身上 可你的三个室友 他们即便犯了罪 可并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他们何必出来作证 她强调道 何况 他们可是你的室友 与你是称兄道弟的关系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诬陷你呢 为了立一杯 我挑了挑唇 他们三都是本地人 家境都不错 但短短十年 他们从家境不错 变成了南城市青年企业家的标杆 各个家产百亿 你们不觉得有问题吗 人家家境本就不错 父母给了资本 他们自身也跟你一样 是华大的学生 有所成就 又有什么问题呢 呵呵呵 真是可笑 天天将兄弟一起挂在嘴边 带着一群小弟惹是生非 觉得蛊惑在很厉害的二十组 他们能有什么成就 他们最大的成就 就是认识了我 据说 他们是因为自主研发了一款新能源 从而在商圈立住脚跟 当年可谓是举世闻名 风透无二 可十年时光过去了 他们的公司有研发过 初心的东西吗 他们显然不知其中的缘故 脸上写满了疑惑 我解释到 当时 我在学校的研究室里 研究出了一款新能源 既能保护环境 又能节约成本 而且极有可能持续发展 但在研发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学校无法提供那么多的钱 于是 我的三个室友 决定从父母那里拿钱来投资我 后续虽然我的导师也有参与 但这成了由我个人主导的项目 随着成果越来越接近预想 国外有家财力丰厚的公司 想购买我的整个研究 且价格不菲 可我不愿意 我不想跟国外的公司合作 我这么努力的学习 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 于是 这个计划被我一票否决 为此 我跟他们三个也就发生了分歧 他们劝过我很多次 我态度都很坚决 但他们没有跟我直接闹翻 那天导师给我打电话 也是为了这事 他说他家里出了事 需要大笔的钱 这个项目前期 他是有指导过的 假设项目能够成功出售 怎么说 他都是可以得到一部分盈利的 我们说了很久 他说他不理解我 不理解我这样 从山沟沟里出来的苦学生 为什么能够经受出金钱的诱惑 他说有了这笔钱 也许孟宁的父母就不会嫌弃我了 他劝我不要那么固执 他还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后来 我想过 他是不是在提醒我 假设我在那么坚持的话 也许有人会伤害我在意的人 以此来逼我妥协 当时 我很慌 因为 这东西虽然是我研究的 但学校出了实验室与设备 他们三个出了钱 如果他们坚持 我怕我最后也没办法 我想到这一点 我是真的把孟宁给忘了 如果不是警察来抓我 我都不知道他没有回家 说到此处 我更是悔恨无比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成了罪犯 失去了自由 那他们就能如愿以偿了 他们相识一眼 什么都没说 却又好似什么都说了 我动了动后背 紧靠在背上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 那大可据查 他们死了 可当年参与这件事的人 大有人在 我相信只要你们愿意查 一定能找到证据 墙壁上的钟表 已经指向了12点 我累了 我说 这个案子要翻案 未必是你们负责的 我跟你们说再多也是无益 还是说回三男一女案吧 我突然转移话题 他们不由大吃一惊 你们能够逮捕我 无外乎就是我在 法医推断的事发时间里 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以及荒岛上找到了我的指纹 再则便是徐梦寅肚子上的吻痕 可指纹未必就是 在荒岛上留下的 吻痕 法医一定告诉过你们 绝不是当天造成的 现在 如果我有不在场的证明 我是不是能从这里出去了 他们就那么盯着我 目光里隐藏着很多东西 却并没有说话 那晚 我喝了徐梦寅给的水 在我们倒在床上不久之后 我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 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等我醒过来 我发现自己被蒙着眼睛 扔在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里 直到三男一女案的事发 看守我的人 害怕惹祸上身 就把我给放了 年轻的警察急了 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因为我还心怀一丝希望 我希望徐梦寅活着 我希望能如他所说的那样 我们还能有未来 说到此处 我简直痛哭流涕 我能为了他做十年牢 我又怎么舍得 让他因为这事而陷入非议之中 他们给了我几分钟的时间 平复心情 稍后 连长的警官问 你知道是什么人看守你吗 我不知道 我的眼睛被蒙着 他也没跟我说什么话 我只能通过他的脚步声 判断他是个胖子 他放我走时 我的眼睛依旧被蒙着 但车子运动的过程中 我一直在数数 我精确地知道 从那个地方到达他放我下来的公路 是25分钟14秒 拐了四次弯 路上车子等了三次红绿灯 在这过程中 我听到了钻石横九远 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词 不知道地点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甚至 徐梦寅绑架你 也没有动机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连长的警察问 我留了个心眼 我划破了自己的手指 在那个地方留下了痕迹 我说 只要你们查 一定能找到地点跟人的 到时候自然能判断 我说的话是真是假 连长的警察也看了看壁中 我们会去查 不过 今晚 可能就要委屈你在这里过夜了 四日 我的话 被证实了 徐梦寅把昏迷的我 从酒店带走的视频找到了 关押我的地点也找到了 是一个垃圾场 看守我的人 也找到了 是个200斤的胖子 他招了 说是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我留下的血迹 也找到了 由此 我推翻了他们所有的证据 被捕48个小时候 我的律师把我从这里接了出去 外面的舆论越发传得风风火火 当年913侵犯案 也是轰动一时 如今发案的消息一透露 当年的案情 再次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只是当年那些骂我丧心病狂的人 都转口骂徐梦寅 下简无耻了 等着警方启动调查后 发现张 王 潘确实有用徐梦寅父母威胁他时 他们仨又被骂做畜生 而徐梦寅被威胁的原因 竟然是那样令人敬仰钦佩的老教授 年轻时做过学术造假的事 多少年来 积累的名望 宛若山体滑坡 亦是臭名昭著 就连华大都立刻出来与他们撇清关系 他们最在意的名声 在他们死后七八年 终究被毁得干干净净 多少学术界的人 恨不得把他们挖出来编世泄愤 说他们玷污了整个学术界 而当当年负责的警察收受贿赂 严刑逼供的事被通报之后 我成了最无辜的人 知道我偶心力血的研究成果被人侵占之后 全世界都在同情我 都在为我喊冤 他们让我坚强 他们自发在网络对政府施压 让他们还我清白 陪我青春 让所有参与此案的人 接受法律的制裁 而三男一女案在这样的局面下 逐渐的被人模糊 没有人愿意去过多追究细节了 大家都认定他们死有预估 警方那边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证明 在他们出事的孤岛上 存在过第五个人 最后 不得不以他们四人各怀鬼胎 相互争执斗殴 因担心第一个人出去后 而将他们齐之不顾 而甘愿饿死 也不为他人做人梯等 模棱两可的话而结案 至于 徐梦盈在死前 为什么会被他们侵犯 而不反抗 他们四人 为什么会在没有带任何保镖 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 去那座荒岛 为什么会进入废塔 这些问题 都成为了无解之谜 也再不会有人为他们寻找真相 而他们的父母 为了他们留下的各种烂摊子 焦头烂额 他们的公司 因为他们的死 以及死后被爆出来的种种丑闻 漏洞百出 就出现了问题 一家连着一家的被其他公司瓜分 收购 被抹去所有痕迹 大概一年之后 我成为南城市新晋的青年企业家 应有过被诬陷入狱的经历 我的创业史更具有传奇色彩 一场连着一场的采访 记者们用他们的笔 为我塑造了一个无比正面的形象 幼年便与众不同 读书时 苛刻满分 中考 高考都是民阵全省 大学更是才华横溢 是全校师生基于厚望的闪烁星辰 可在他即将踏上辉煌之路时 却被人活生生地毁掉了前途 含冤入狱 失去了一切 但他并没有放弃奋斗 多年来 一直都在申诉 出于后 他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证据 证明了清白 上帝不会辜负一个天才 任何挫折与坎坷 都挡不住他前进的方向 终究 他靠着他自己的能力 走上了人生巅峰 这样的人设 哪个媒体不偏爱 大家看这样的报道多了 自然也就能忘记某些不重要的事 三男一女案的死者 不过是因果报应 他们命如草菅 死了就死了 得不到半点同情与惋惜 反倒是他们生前的各种丑恶 被无限放大 他们被死死地定在吃乳柱上 再也没有机会翻身了 而我 人品高尚 并没有对他们的父母采取任何报复 我甚至不计前嫌 担心他们老无所依 出钱将他们送到了最好的养老院 给他们一个安好的晚年 他们求了又求 贵了又贵 他们认错 他们道歉 发现这些没用后 他们又变得暴躁 愤怒 发现这也没用时 他们终于沉默了 他们想死 可我总会给他们希望 然而在他们心怀幻想时 我又会狠狠地掐灭他们内心的火苗 终究 他们的世界会变得冰冷无比 灰白一片 终究 他们会在一种极其悲凉的氛围中 失去生命 然后被人用凉席一卷 随意地扔在火葬炉里 化成一堆粉末 随风飞去 无子送终 无人立碑 无人祭奠 就好似当年我的父母一样 很快 我成为南城市最有权势的男人 黑白两道 无人敢犯 但有个警察 他总是跟在我的身边 阴魂不散 诺哥 我的司机告诉我 那个讨厌鬼又来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被律师从警察局里接出来时 那个年轻的警察急匆匆地跟了出来 朝我伸出手 满脸正气地说 程先生 我叫何安宁 请你记住这个名字 因为 未来我可能会经常打扰你 历经过世的人 可能已经看明白了结果 所以 案情并不重要 但年轻气盛的人 却总是认为自己有改变结果的能力 所以对过程穷追不舍 我并不吝啬 我握住了他的手 谢谢你让我看到正义 我随时欢迎你的打扰 贺警官 今天又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我下了车 热情地与他打招呼 他也习惯了我的这副样子 这可比在审讯室里 被叫全民就条件反射的我 更让他轻松 没什么 就是突然有点想你 想给你讲个故事 他调侃我道 程总现在是大人物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 请你喝一杯咖啡 我请 我请 我试着揽过他的肩膀 可他却巧妙地避开了我 公职人员不得拿群众一阵一线 不然容易犯几虑 程总就大发慈悲 不要毁我了 长久的交手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很默契的关系 他怎么损我 我都不会生气 他选择咖啡厅里 一个能被摄像头完整拍摄到的位置坐落 开始跟我讲故事 从前 有个少年天才 在他人生最美的青春 被他最心爱的女人污蔑 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失去了他偶心力学而来的研究成果 甚至也失去了父母 服务员端上了咖啡 我随意用勺子搅了搅 这个男人太惨了 是不是 是 和安宁认同地说 他太惨了 于是 他暗自发誓 一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让所有害自己的人 都得到报应 在他蹲监狱的第三年 他出卖了自己 投靠一个黑老大 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帮着黑老大在监狱里 搞一些暗箱操作 刚开始 他们只是在监狱里偷偷卖点香烟 物资等 渐渐的 他们开始在监狱里操控外面的世界 在天才的世界里 只要给他一个支点 他就可以翘起整个地球 他有脑子 黑老大有人脉 他出点子 黑老子派人执行 他们的合作 简直就是天下无敌 无论做什么 都能一本万利 在他坐牢的第五年 他派人在一座无人问津的荒岛上 建立一座特殊的废塔 废塔的外形像极了古代 用来测量水位的水塔 只是里面的空间更大 我特意去查了古代水塔建筑的相关知识 发现在一千多年前 渔民在海水退潮时 会在打渔的海域里建立这种 既可以测量水位 又可以再遇见海难时自救的塔 塔的底板会随着水位的高低而自动调节 听他讲的那么仔细 我附和地笑了笑 古人的智慧总是无穷无尽的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智慧为基础 这才让我们后人 拥有此时美好的世界和安宁 见我笑他也跟着笑了 起来问我说 程总您信吗 有一个能人 用枪杀人 用很多种方式无声无息的杀人 可他偏偏不 他要用人的裂根性来杀人 包 我故作疑惑的问 这是怎么个说法 刚开始时 底板下面是有水支撑着的 那四个足够成人出入的窗口 根本就不是窗口 而是门口 底板原本是与他们平行的 可如果有人在里面发生激烈的搏动 那就会触动下方的机关 水位会降低 底板便也会跟着下降 直到距离出口602cm的位置 那么多的警察参与调查 但从未有人精准地测量过这个数字 这不是一个随意的数字 他极其特别 他讲得越来越有悬疑感 我听得也是越来越有趣 问道 这个数字有多特别 张青江身高182cm 王伟175cm 潘俊辉179cm 这三人的近身高总和是538cm 加上鞋子 大约是545cm 人体头部与身高的比例大概是1 7 双臂展开的距离与身高比例大概是1比1 我采用张 王 潘三人的具体身高 头长 手臂长做了3D模拟视频 发现当他们都踩在下面人脑袋上时 手臂抬起后 总高度是612cm 但这有个弊端 一不留神人踢就会塌 那退而求其次 一人踩脑袋一个人踩肩膀 这时的总高度是592cm 和安宁打亮着我的脸色问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呢 我饶有兴趣地问 即便是高处平台时cm 他们也没办法利用引体向上的方式爬上去 手够得到出口 这是希望 没办法上去 这是绝望 而地狱平台时cm时 点点脚就能够上了 可他们没办法同时点脚 他们会永远差一点点 只差那么一点点 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尝试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这就好比杀死他们一次又一次 我点点头 再想到 分析得真是透彻 可这仅仅是第一层的折磨 和安宁继续说 第二层的折磨便是徐梦英 如果四个人搭建人梯 那肯定是可以爬出去的 张 王 潘三人都是正直壮年 身体强壮的大男人 为了活命 无论是谁站在最下面 他们都能坚持住的 只要他们团结合作 就一定可以爬出去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 他们三人的关系 无论是利益也好 相识多年的交情也罢 他们是可以相互信任的 可加上了徐梦英就未必了 徐梦英 她是女人 她不可能当底座 她的身体承担不了那么多的重量 同样的 她也没办法当最上面的人 她爬上去后 未必能拉下一个人上来 最重要的是 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她 不可能让她站在最上面 那她 就只能站在中间的两个位置 可上面第二的位置概率更大一些 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她是女人 她不能承受两个男人的重量 更不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站在这个位置 第一个人爬上去之后 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她拽上去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剩下的两个人 还就不救呢 有没有必要救呢 救的话 需要去寻找工具 甚至需要开游艇出去找人来帮忙 下面的两个人真的信任他们吗 如果不救的话 逃出去的男人 可以得到他们所有的利益 还能抱得美人归 她会没有任何私心吗 他们谁也不愿意为他人做假衣裳 跟死亡相比 让别人踩着自己的尸体逃生 更是令人恐惧 说到此处 贺安宁简直是对这精妙的算计 佩服的五体投递 可这还没有完 还有第三层折磨 贺安宁继续给我分析到 警方发现的尸体 四个人各自已靠在一个出口下 这是什么缘故呢 他们可以选择不合作 但为什么非要一人守着一个出口 我好奇地问 这里面又有什么抢救吗 程总 你听说过滴水之行 不痛不痒 却能令人饱受折磨而死 贺安宁抬手指了纸上面 他们四个不可能一开始就放弃逃生 他们的手会不停地触碰某个出口 这样就会触动某个机关 出口会有水滴落下来 水滴既能延长他们的生命 给他们希望 可同样也能一点一点地吞噬他们的希望 最终 说到此处 贺安宁不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杀人不过头点地 像这样机关算尽 不见血腥的虐杀 还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第一层是希望与绝望的内耗 摧毁的是他们的精神 第二层是对人性的考验 摧毁的是他们的信任 第三层是心灵的折磨 摧毁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命 还是他们所有的一切 听他分析的那么全面 我不禁鼓起了掌 精彩 真是精彩 若是有人这样费心的来杀我 也算是我的造化了 贺安宁瞧着我的样子 神态恶然 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 我看了看万表 贺警官 故事讲完了吗 我可能要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 我刚起身 贺安宁也跟着站了起来 拦住我道 你不会后悔吗 后悔 你说的后悔是指什么 我知道你很厉害 从你开始跟黑势力做交易开始 你就循序渐进的安排了人 进入张 王 潘的公司做卧底 所以你才能对他们的运营状态 财政资金 漏洞等了如指掌 这才能让你在事发之后 轻而易举的收购他们的公司 吸取他们的财力 成为南城市举足轻重的人物 可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够让他们甘愿走入那个荒岛 进入那个废塔 我问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徐梦莹 他在帮你 当年被威胁的事 只有他跟他父母知道 他父母已经去世了 他是唯一的知情人 他不告诉你 你怎么会知道 又怎么能找到他父母学术造假的证据 当你说你被徐梦莹迷婚时 我很疑惑 为什么非要这样编故事 后来 我想明白了 这不是编的 是真的 徐梦莹确实把你迷婚了 但 不是把你扔到垃圾厂 而是将你带到了荒岛上 徐梦莹完全没有把你扔到垃圾厂的动机 看守你的人 可以被收买做假证 认罪态度好 加上有主动放人的情节 又不是主谋 根本就判不了几年 至于你留下的血迹 没办法检测出具体的时间 这不过是你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明 而精心编造的故事 和安宁越说越激动 但他有把你带到岛上去的动机 因为他要骗张 王 潘三人 他们要效仿十年前的做法 直接解决你 从你这里赤裸裸的窃夺 他们想要的东西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为什么他们三个 会这么行踪隐秘的 拒纳走荒岛 因为他们准备去杀人 听到此处 我内心都有些控制不住的兴奋了 贺警官 在你眼中 他们很坏事吗 和安宁听到这个问题 一时哑口无言 我不解的问 这样的坏人死掉了 那杀他们的人 不正是替天行道吗 你们警察做不到的事 他帮你们做了 你应该感到大快人心才是 怎么还一心想着将他绳之以法呢 你承认了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是你承认了 你承认他们三个是书生 是你们警察最该抓起来的罪犯 我朝他挑了挑唇 推开他的手 抱歉 我得走了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他们死有余辜 那徐梦盈呢 他那么爱你 十年前 他面临那样的变故 他没办法看着他的双亲 林老还身败名裂 经不起父母的哀求 他不得不诬陷你 是他的错 可十年后 你一步步的引军入翁 将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在他以为大仇得报的时刻 在他看着他们 像三条争夺肉骨头的狗一样 相互自责 相互攻击时 在他以为他可以得到你的原谅 与你可以重新开始时 你却把他推下了下去 你还 他一口气说了一长串 累得气喘吁吁 这一刻 却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难以启齿 因为他认为 或者所有的人都认为 一个女人临死前 还要被三个男人侵犯 真是太可怜了 我接着他的话说 单纯靠着他们的相互搏动 水位降得太慢了 他们发现水位在下降后 自然会停下来 这时候 如果有人把女人也推下去 那底板突然受到重力的攻击 就会一降倒地 这时候 对未知与死亡的恐慌 足够他们失去理智 这时候 只需要对他们说一句 把你们当年做过的事 再做一遍 就能还原当年的真相了 他越听 表情越是难看 不可思议地问我 你对他们说什么 我重做到 把你们当年做过的事 再做一遍 我说的那么的从容不迫 命令的口吻里满是威胁 让和安宁正经的脸 就好似出电视的抖动着 梁九他才说出一句话 你 你好残忍 我好残忍 那我坐了十年牢 是谁残忍 我失去了前途 是谁残忍 我的父母 一生老是芭蕉 他们渴望儿子出人头地 结果 却在死在为他申诉沉冤的路上 这又是谁的残忍 贺警官 你应该比我更懂的什么是证据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今天我就原谅你 不告你诽谤了 我抬手拍拍他的肩膀 下次 就未必了 面对我的挑衅 他也无可奈何 只是把他的手机递到我的面前 我找到证据了 这是游艇上的监控视频 他指着视频里 船舱内的几个黑影说 我模拟了当天 太阳透过窗户 射入船舱的情景 暗视频里人的站位 物品的摆放 这个地方不应该有一个黑影 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个地方藏着一个人 他的鞋子被阳光照到了 投出了一个影子 监控没法拍到他的人 但拍到了他的影子 正是被徐梦颖迷婚的你 所以 他们才能在游艇上心情大好 厉害啊 他能推理到这一步 是我万万想不到的 不过 我只需要淡淡地问一句 你怎么证明这个影子是我 他就在无话可说了 瞧着他脸上的失落感 我不禁取消道 贺警官 没有证据 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切 就都是废话 办案讲究证据 证据大于一切 没有证据 你们就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凶手逍遥反外 我摊开着双手 故意给他做了个 得意洋洋的表情 他气得脸瞬间就涨红了 额头上的青青直跳 过了一会儿 为什么非要留下 那个没有燃尽的 带有指纹的半个银字呢 没有这个 单单凭借 徐梦宁肚子上的吻痕 警方根本就无法确认身份 更不能逮捕你 最多就是 请你来警局协助调查 我没有回答他 他自问自答道 为了把事闹大 好为自己的冤情方案 可你明明可以在事发后 直接提起申诉 总之 你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证据 证人 所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为了走过场而已 你为什么非要多此一举 作为警察 说话要严谨 什么你啊你的 你没有证据 就不要将我带入真凶 否则 我告你诽谤 我推开他 离开了咖啡店 他急忙追了出来 喊道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要故意留下指纹 是为了挑衅吗 他跟在我后面 大声的嚷道 我一时真是难以控制了 我猛逼一下回了头 指着他道 没有错 就是为了挑衅 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些臭警察 当年你们没有实证 却能凭借一个女人的一句话 就判我十年有期徒刑 现在我就是要让你们明明白白的知道 谁是真凶 却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就算你证明了我上过岛 就算你的推理全部被证实 又能怎么样 我杀了人吗 我打他们了吗 我幽静他们了吗 他们是饿死的 他们是死于他们彼此的猜忌 死于他们低劣的人品 许是我情绪太过激动了 何安宁真是被我给吓着了 接着 我当着他的面 脱下我的西装 脱下我的白衬衫 将我的上身袒露在他的面前 展现在阳光之下 那数之不尽的伤疤 此刻如同藏在黑暗污垢里的臭虫 见了光 争先恐后的往里钻 越发显得难看 何警官 我在监狱里学会了一句话 人的一生 历经的所有挫折与坎坷 都只为学会四个字遵守规则 可这世上的每一条规则 都是人定的 如果不能做那个制定规则的人 那就注定只能被规则 何安宁在我的面前 再也说不出话了 我那满身的疤痕 仿佛给了他内心的正义 一个巨大的耳光 打得他满眼冒惊心 我本想乘胜追击 彻底摧毁他的一切 可我实在不忍心 我在思考 假设十年前 我遇见的是他 我的境遇 是不是会完全不同 我本有着美好的前途 能站在最闪亮的地方 收获掌声与鲜花 能成为父母的骄傲 祖国的动量 可最终 我成了黑暗的俘虏 成了永不敢直视光芒的人 何安宁再也没来找我了 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的问题 你不会后悔吗 每一次 我的回答都很坚定 不会 永远不会 在那荒岛上 我烧掉了我曾经写给徐梦莹的所有情书 每烧掉一封 就是与过去告别一次 当性完全被烧完 在空中化为灰烬 当灰烬被风吹向大海 消失得无影无踪时 我们的过去就彻底的结束了 曾经的阿诺与梦莹 也就永久的葬身在那飘渺的海风里 这些情书是我出狱后 他为了得到我的原谅与理解 而一封接着一封的还给我的 只为唤起我们曾经的快乐时光 可他怎么能这么愚蠢 我所有的不幸 失去的一切 都仅此是他的一句我不愿意 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他 他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认为我会原谅他 万万想不到 我在墓地里找到了他 我发现有一对夫妇 带着一个女孩 祭奠着徐梦莹右边的墓碑 这真是令我无比震惊 因为旁边的墓碑上面写着阿诺之墓 是我为自己的青春立下的墓碑 是为了祭奠大学里的梦莹与阿诺 可他们却这样堂而皇之地祭拜着 最重要的是 那个女孩与徐梦莹长得太像了 看身高 也就大约十来岁的模样 我内心否定着我的猜测 可却仍旧忍不住找人去核实 DNA报告结果很快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徐梦莹竟然给我生了个女儿 怪不得 当我亲吻她的肚脐时 发现她衰老的身体与精致的脸庞 完全不搭配 只见过一次女人身体的我 根本就分不清楚皱纹与妊娠文 怪不得 当我问她父母都已经去世 为什么还要受制于他人时 她哭得那样的撕心裂肺 当我骂她天生下贱无耻 喜欢用身体达到目的时 她目光呆滞而委屈 悔恨又失望 当我用手背将她推下深渊时 她震惊的瞳孔蹬大 满脸的不可思议 当我威胁她们把当年做过的事 再做一遍时 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 反倒朝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怪不得 她自始至终都相信 无论过程如何 我终究会原谅她 看着那份报告 我笑着笑着哭了 哭着哭着又笑了 我以为我的方式才是最逐心的 我以为恐惧 绝望 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是最让人痛苦的 原来 后悔才是最令人难以逃脱的沼泽 我越发痛恨她 我就是要告诉她我不后悔 我该结婚 还是结婚 该生子 依旧生子 徐梦颖死了 便永远地从我的人生里羡慕 她的女儿 也是与我无关的人 即便我有家财万贯 即便她的养父母穷困潦倒 我也没有施舍她一分一力 可夜深人静之时 时光就好似刽子手 钟表里的指针就如同一把把钝刀 分分秒秒都在弯阁肘的血肉 痛苦仿若严寒北风 无孔不入 至此方休 全文完